小朋友们好,我是杨老师,今天这节课将由我带着你们一起学习。 这段时间,你们呆在家里不能出去,是不是经常想起以前和小伙伴在一起玩耍的情景? 比如,如果想到了这些,就看着画面大声读出来吧。 带着这些美好的回忆,让我们走进第七课,和文中的小朋友一起去寻找快乐。 请你读读课题,不认识的字可以借助拼音。 你注意到了吗? 怎是平舌音,又是前鼻音。 读的时候,发音要清晰。 是清音。 自己读读这个词。 这篇课文是一首儿童诗。 题目中的怎么,指的是什么。 这首儿童诗又讲了哪些内容? 下面让我们一起读读吧。 请你自由朗读读课文,标出小节号,读准字音,读通句子。 好,先读到这里,我们来交流一下。 这首儿童诗诗一共有四小节,你标对了吗? 这些画圈的字是本课要求会认的字,请你把每个字大声读一遍。 看看,这些字从课文中跳出来了,你还认识它们吗? 试着读一遍。 如果忘记了字音,就回到文中拼一拼。 接下来增加难度,请你给每个字组一个词,可以是课文中的,也可以是课外的。 和老师一起读读这些词语,注意读准字音。 怎么,读字,跳绳,排球,篮球,联盲,游戏,讲故事,羽毛球,运动会。 你注意到这个字的读音了吗? 在这里读,得。 讲故事,得有人听才行。 你讲,我听,我讲,你听。 这个字是个多音字,以前我们学过,读,得,觉得。 有时候,我觉得自己很小。 那什么时候读,得呢? 除了读文中的句子,我们再读读这两句话。 天快黑了,我得回家了。 一会儿,我得去趟图书馆。 你还能用得说一句话吗? 相信,你已经会用这个字了。 字音读准了。 想一想,你有什么好方法能记住这些字呢? 有些小朋友可能看出来了,这几个字都是形声字。 形声字的特点就是形旁表示字的意思, 声旁表示字的读音。 我们可以根据形声字的特点来记住它们。 例如,跳这个字。 天旁是足字旁。 你猜,这个字可能和什么有关? 对了,和足有关。 所以,足字旁表示字的意思。 跳表示足部的动作。 同样,其他几个字,你也可以这样说一说,记一记。 我们来看看。 绳,偏旁是脚丝旁,这个字和丝线有关。 脚,偏旁是颜字旁,这个字和语言有关。 运,运,偏旁是走之底,这个字和走路有关。 有的小朋友产生疑问了。 篮球的篮球的篮,为什么是竹字头? 这是因为最开始发明篮球的时候,是把球扔进挂在墙上的篮子里。 而篮子,许多都是用竹字编成的,后来才慢慢变成现在的篮框。 所以,篮球,投篮的篮是竹字头。 当然,花篮,果篮都是这个篮。 那么,球,为什么是王字旁? 原来,王字旁的字,大多和美玉有关。 球字,最早的意思就是指美玉。 后来,才逐渐发展为代表圆形的物体,变成了现在的意思。 所以,球是王字旁。 看看,汉字多么有意思,了解了其中的奥秘,实际起来就方便多了。 当然了,我们还可以利用加一加,换一换,与熟字组成常用词等方法来巩固识字。 自己看一看,说一说,读一读。 课文要想读通顺,不但要读准字音,还要注意语句的停顿。 来看看这两句话,自己试着读一读。 读好了停顿,也就理解了句子的意思。 请你再读一读这两句话。 好,字读句障碍扫清了,下面请你和老师一起把课文读一遍。 相信你一定能够读准字音,读通句子。 7. 怎么都快乐。 一个人玩很好,独自一个静悄悄的,正好用纸折船,折马, 踢键子,跳绳,搭积木。 当然,还有看书,画画,听音乐。 两个人玩很好,讲故事得有人听才行。 你讲我听,我讲你听。 还有下象棋,打羽毛球,做敲敲板。 三个人玩很好。 讲故事,多个人听更有劲儿。 你讲我们听,我讲你们听。 两个人甩绳子,你跳,我跳,轮流跳。 四个人玩很好,五个人玩很好,许多人玩更好。 人多什么游戏都能玩。 拔河,老鹰捉小鸡,打排球,打篮球,披足球。 连开运动会也可以。 能够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真了不起。 快给自己竖个大拇指吧。 课文已经读了两遍。 那么,每个小节讲的是什么内容呢? 请你认真思考思考。 通过思考,我们了解到, 每个小节讲的内容分别是, 一个人玩很好。 两个人玩很好。 三个人玩很好。 许多人玩更好。 那么,门中的小朋友们, 一个人的时候, 玩什么游戏? 两个人的时候, 玩什么游戏? 三个人,许多人的时候, 又玩什么游戏? 快和老师一起找找吧。 我们边找,边读。 一个人的时候, 可以折船,折马, 踢箭子, 跳绳,搭积木,看书,画画,听音乐。 。 两个人的时候, 可以, 讲故事。 下象棋, 打羽毛球, 做敲敲板。 三个人的时候, 可以, 讲故事, 拽绳子。 许多人的时候, 可以, 拔河, 老鹰捉小鸡, 打排球, 打篮球, 踢足球, 开运动会。 这些都是游戏的名称。 请你读一读, 说一说, 这些词语有什么特点。 对了, 第一个字都表示动作, 后面跟着表示事物名称的词。 自己读一读。 下面和老师做个游戏, 我问, 你答。 比如, 老师问, 跳什么? 你回答, 跳绳。 你听明白了吗? 好, 游戏开始。 跳什么? 讲什么? 打什么? 踢什么? 听什么? 玩什么? 有意思吧? 一会儿可以和家人玩一玩。 玩的过程中, 相信你还能说出更多这样的词语。 自己快读一读吧。 是啊, 不论几个人, 都有许多游戏可玩, 真是趣味无穷。 下节课, 我们会继续走进诗歌, 寻找快乐。 接下来, 就到了写字环节。 小朋友们, 注意自己的坐姿。 和老师一起说三个一。 眼离书本, 一尺。 胸离桌子, 一拳。 手离笔尖, 一寸。 这是我们今天要写的四个字。 请你说一说它们的结构特点。 对了, 它们都是左右结构。 并且左窄, 右宽。 书写时, 一定要注意紧凑。 讲和许是言字旁。 狠和行是双人旁。 先看讲和许。 注意这两个字的笔顺。 你可以跟着视频, 边疏空, 边说说。 讲。 讲。 许。 通过观察, 我们发现这两个字, 左边稍短, 右边稍长。 讲。 右边第一笔横, 短。 第二笔横, 长。 要穿插到提的上方。 第三笔是竖撇, 穿插到提的下方。 许。 注意右边的竖, 上面不出头。 下面, 请你在生字本中各写一个。 。 接下来, 看, 狠和行。 注意这两个字的笔顺。 请你跟着视频, 一边疏空, 一边说笔话。 狠。 行。 通过观察, 我们发现, 狠。 这个字左右等高, 右边竖题的竖要直, 紧贴竖中线。 最后一笔那要舒展。 行。 左高又低, 右边第二横要长。 并穿插到双人旁第二铁的下方。 竖钩的竖要直。 下面, 请你在生字本中各写一个。 好了, 很多小朋友应该都写完了。 现在, 来看看你写的四个字。 结构安排, 是否合理。 底画站格, 是否正确。 字体大小, 是否适中。 。 检查完后, 请你做好。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作业。 一, 正确, 流利的把课文读给家人听。 二, 把下列声字, 再拼音, 抄写两遍, 再组词。 好了, 小朋友们, 今天的课, 就先上到这里吧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。 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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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